与大家分享如何保持安详 1.反观自心正确认知 2.安详就是禅的血脉 生命与真实的内涵 3.阳气错误 4.急知急行 解行相应 解语与大家分享 离开安详就没有修行者的真实受用 离开安详就没有缠的真生命真血脉 离开安详也没有真实的法 所有的法都是在日常生活和人的内心生根的 如果我们不下反省忏悔的功夫 不毅然决然扬弃所有的错误 如果我们甘愿被关门摆布操纵牵制 如果我们以联想 冥想 幻想 为享受 如果我们对外在的事物惯于认同 如果我们习惯于发入破坏性的 超级性的情绪 不满 抱怨 愤怒 嫉妒毁谤 我们将永远得不到安详 尽心修持 感觉美好 希望我们修为自己的内心很重要哦 我们要成为一个安详的人